这时候大家已经就是拉近彼此的距离了 是很近 非常近了 然后你再用一些 比如说你可以透过一些小模仿 OK 比如 比如说我就会自己创造一个 属于我的黄力行 你就突然 太好 我是黄力行 你真好 今天来到火星情报局 我就想看看你们到底行不行 绝交 比如说我想跟他交朋友 我就唱一些跟他有关的歌 我想摸你的头发 只是简单的试探 你去下一位吧 唱的一般 唱的一般下一位下一位 有点没自信 你为什么嘲笑我 我没有嘲笑你 我天生就长这个样子 you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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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you know yeah 我是黄力行 我不知道你行不行 我有时候行 有时候不行 哈哈 黄力行的腰匙有问题吗 大家好 黄力行的腰匙一定要 就有一个轴 哈哈哈 黄力行是这样子啊 大家就觉得 哎你有趣 可是他们会想学 没有没有没有 哈哈哈 你想不想学 我不想学 想学 我不想学 学一下嘛 就是他自己有一个诀窍的 他说话的时候是有点 哈哈哈 哈哈 对 对 哈哈 哈哈 有点要哭出来那种感觉 哈哈哈 然后再做这个嘴巴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不要 我不要了 快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反正就是大概用一些 小才艺可以融入大家 这样 可以可以 啊 啊 我来说一下 其实我每次开会的时候 我都没有认真在开会 哦 哦 我在认认真真地观察 我们场上的所有人 哦 你要观察的语言节奏 语言逻辑 然后他喜欢什么 然后他的那个状态 是什么样子 你再去融入他 就会比较好接近 嗯 就是你要学会抓住 每个人的特点 就比如说像薛之仙说话 他就是很用劲 有吗 嗯 我跟你说 我做的那个猫牌坊一样 啊 那个床单一照 就是啊 哪吐水都没有 我跟你说啊 我是神经病吧 哈哈哈 杨迪 杨迪就是那种 两个小明星 哦 谁没输演 谁没输演 哎 我跟你说啊 我 我最近 我又新发现一个人 谁谁谁谁谁 你这个人啊 平时没事的时候啊 就这样两腿一夹 然后说 谁啊 嗯 啊 啊 小波罗 小波罗 盖哥很有特点 模仿盖哥 四个步骤就可以了 拿四个 第一个 绑头巾 哎 哎 你这什么鬼东西 第二个盖毛巾 啊 然后第三个步骤 戴墨镜 墨镜一戴 谁都不爱 哦 哎 有点像小波罗 对 第四个步骤 最重要的 就是 态度歪嘴 嘴一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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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盖哥 看一下 你在干嘛 我就说一句吧 那些 所谓的什么主播 什么爱豆 真的 你站不边 哦 哦 真的就是真的 假的就是假的 天 这嘴也是服了 三 这是条鲶鱼嘛 臭 狠 我被你说不来了呀 哈哈哈 冰水 冰水 哈哈哈 鲶鲶鱼 永远不能说对不起 呦 呦 瑶瑶 瑶瑶 我的小太阳 啊 你又来招摇人间了吗 小太阳 小太阳又来招摇人间了吗 我 我跟你说 我跟琼琼操假喽 我刚刚跟妈妈操了假 哪个妈妈 琼琼 哈哈 哈哈 哈 rapper 永远不能说对不起 对不起 救命 炸了炸了 什么诚 是吧 可以了 哎 可以了 哎 回来了 你这是中风 可以了 他刚刚有一段那个实在笑死我了 就他往后推那个像鬼样的 对 非常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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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田 敌 人 其实这一季的火星也算是5季以来加入新人最多的一季 对 对大家来说也算是一次融入集体的体验 而且江湖上其实一直有一个传言 就是火星是一个特别难融入的集体 有好多好多我们圈里的朋友来上了一次火星之后 整个人崩溃了 陈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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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我很容易融入到一个环境 跟一个圈子 但是录到今天 我也发现就是 我确实好像没有办法 那么快地融入到你们的里边 我必须要说 Sani没有融入我们 是有原因的 我们有特工之局 一般彼此聊一聊 熟络之后 大家以后抛梗接回恨跟默契 Sani每次都叫不来 每次都叫不来 我也很想跟她熟络一点 她就是喊不来 我后来还问过导演组 我说 为什么Sani不来跟我们喝喝酒 聊聊天什么的 据说她觉得她自己不太会喝酒 如果我们在这儿聊天 她不喝酒的话 怕我们觉得她装 问题是 你把我们想成什么人了 我们是那种喝 今儿不喝不准出去 我告诉你 新人给我喝 为什么喊不来 你是不是以前什么局有阴影 没有了 没有了 像昨天为什么 就是那么晚去的原因 是因为我昨天 在跟导演组对本 因为我说实话的实话 就是我来这个节目 就我现在说我都 就我现在说我都很难受 就有点想哭 就我觉得我来 这个节目压力挺大的 真的吗 对 所以昨天 在跟他们对本的时候 就是我想要把 故事讲好 对 所以就花了很久很久的时间 其实我跟你讲 三级你错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其实可以把你的那个 对稿的那个 FollowPT 一起带过来 叫到我们那儿 因为你带跟我们一起来的时候 你反而会更多 啊 真的是你一个人聊 反而会有时候聊死 嗯 我为了表达我对这个节目的 的喜爱跟真诚 就是我参加节目的时候 我都会写日记 哎呦妈呀 对 对这就是我自己的日记 哦 日记 就说了一下就是啊 我今天第一次来这个节目 我觉得这个节目很难 但我会继续努力的 就我每天都在给自己就是 Oligate加油这样 对 然后我会记录就是 就我什么时候见到你们的 哇 局长呢是在2018年的10月27日 是在云南见的 在云南对 对对在云南的基诺山 对然后迪哥是 迪哥是在2019年的11月6日 在那个一个音乐节目 哇